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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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好 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 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就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因為今天就是出了 Final Project的One Mart 那One Mart其實目的就是讓大家先 练习一下,然后之后 进入Final Project的时候会比较顺利 所以我们下一周才会 正式的讲解Final Project的各式规定 那OneMap就是一个人一组 那把这一个OneMap练习完其实就可以了 对,然后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不用 呃... 就是写很长的report 你只要在那个call上面的 那个测验上面回一下就好 就让大家自己回去练习一下 那我先回答大家在上面的问题 好,就有人问说 有那么多ML的Task 为什么当初是想要做NLP相关的领域 那这其实是一个 蛮奇妙的路线吧 对,在呃...在我当学生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呃... 应该是说大部分...呃...大部分的研究领域 可能都是以我要做的任务为主 所以我们并不会考虑它是不是 是做Machine Lending或不是 那...像当时我们 呃...比如说我会考虑的方向 可能就是有 比如说跟文字相关的啊 语音相关的啊 然后...一些... 呃...跟文字纯相关的 可能像Data Mining啊 Information Retrieval 然后...那...那还有包含NLP 那如果是像语音相关的 是有...呃...语音辨识 然后可能后面还是有一些 跟...稍微跟NLP有一点接近的 一些Task 那... 比较偏纯ML的 那就是... 呃...比如说像林志仁老师这种 比较Optimization 居多的 那当时我是比较喜欢 Application一点的 就是...呃...未来是有一个应用在 那当然大家可能就会考虑说 诶...那除了NLP以外 那不是还是也有 影像相关的一些任务 所以影像那边 我们当然也有考虑 就是影像那... 那时候系上老师还蛮多的 就是做影像相关的 不过...我觉得...呃... 我当时是觉得做... 语音的这个方向 我觉得蛮有... 蛮有兴趣的 因为在当年 NLP相关的文字处理 都是只有...呃... 比较现象文章的处理 就是...可能是很多文章 然后我要从文章里面去做一些分析这类的 但是...我当时加入的实验室 就是林志仁老师的实验室 他是做的是... 语音相关的处理 就语音处理之后 可能还是会有... 语音变成文字之后的后续处理 那...所以那边的... NLP就不是那么直接的 跟一般传统的NLP接近 就是会比较偏向Conversation的那些内容 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多Noise 那...我是觉得 语音相关的应用非常的有趣 因为... 呃...大家也知道 从小到大我们看到那些... 呃...电影里面的那...那些内容 其实他真的就是直接用... 讲的去互动嘛 那...比较少... 呃...当然也是会有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比较有印象的 没有那么多跟影像相关的应用 我觉得... 语音相关的应用 对于未来科技感觉来讲是比较直觉的 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语音相关的这个应用跟互动 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也不一定是觉得是一定会发生啦 但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就也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就加入这个实验室 所以是先选了... 呃... Speech 然后跟NLP相关的这个领域 然后到这个领域之后呢 我才发现 诶...在这个领域里面 还蛮多跟Machine Learning相关的内容 所以... 才开始学习Machine Learning 所以其实也不是... 像现在大家可能就会想说 欸...Machine Learning有哪几块 那我就从Machine Learning这几块里面学 但是我当时其实是先选了一个Application 然后进入这个Application 然后认真的去了解它之后 我们发现... 里面有一些技术 当然不是所有技术都是Machine Learning driven的 但是Machine Learning可能占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就再去学习Machine Learning 那跟现在的状况是... 我觉得... 蛮不一样的 对... 那...这是为什么当时就选了这个领域 那...我做了... 语音相关的... Spoken Language的一些处理之后呢 就觉得这一块...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而且因为才刚发展起来 所以后来就... 深入在这一块... 更... 深入的探索 那后来... 你可以发现... 后来... 传统的NLP的这个领域 也越来越多Machine Learning进来 那原本其实没有那么多喔 以前的NLP里面其实... 蛮多都没有... 呃...就... 有蛮大一部分可能是... Knowledge Based居多 那... Machine Learning也是有 只是没有占据比例那么高 那现在其实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比例 那... NLP的处理 原本也是从... 一般大家手写的文字 然后渐渐现在也会变成 有Conversation这些内容 那这都是后来... 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才渐渐... 就是... move在一起的 所以... 以前其实是分满开的 那后来因为它... 渐渐move在一起 NLP有做很多... Conversation那边的... 文字的处理 所以我就等于是涵盖了NLP 跟Conversation的Overlap的这一块 那其实也有涵盖一些Speech 那也有涵盖一些一般的NLP 那... Machine Learning是我们的Tool 对... 所以就是... 后来是这样发展的 所以也不算是先把... 方向选定 然后... 就是才会这样做 对... 对... 那我... 现在觉得... 嗯... 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 NLP... 这个领域算是现在还蛮热门的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部分是 它... 还... 嗯... 还没有像影像的效果 来得那么那么的好 就是影像的效果 现在可能已经非常的成熟 所以... 已经有非常多的产品都... 有影像上面的需求了 那... NLP的话 虽然开始有 可是因为难度还有点高 然后效果也不一定到那么的好 所以... 在产品上面的需求还是... 你在研究上面可以做的可能就更多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 就是... 对于研究者而言还不错的一个方向 对... 那... 当然你还是也会考虑说 如果你未来是想要走野界 而不是走学术界的话 你可能会更单... 会更考虑哪一些方向是真的比较能够 产品化 然后选择那个方向做多一点 因为... 嗯... 我做这个算是有点小危险 因为他如果当时语音辨识没有成功的话 或者是没有那么成熟的话 可能就不会变成产品 像我刚才... 刚加入实验室的时候 就有... 学长就... 问我说 欸? 你怎么会加入我们实验室啊? 就是语音辨识已经卡住很久了 就是他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之前已经热门过 就是前一阵的AI崛起 第一次...前一次AI崛起的时候 但后来因为... 觉得没有那么好 所以后来就掉下来 然后就一直... 嗯... 辨识率一直卡在... 呃... 大概80左右 上不太去 那... 如果你真的要产品化 你可能要到90几 才有办法真的变成产品 所以他觉得这未来经济 就是很难再做起来 就是... 会一直在研究上面 但... 产品上面可能就很难发生 所以去业界 相关工作可能就会少很多 那...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说 那我就想做一个我觉得有趣的方向 所以还是加入这个领域 那后来是比较热门 所以业界跟选速界都有很多相关的 就是... position 但是如果大家会... 担心 就是这个方向未来到底会不会热门的话 可能就是要再多 survey 一下 对... 那... 也会考虑一下 选的方向能... 逐... 逐步逐够具有弹性 可以... 就是... 稍微 transition 到旁边 因为... 如果说我在 Machine Learning 这边做得很不错 那... 我这个方... 我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技术 虽然 apply 在 NLP 上 但是我也可以 apply 在其他技术上 所以就算... NLP 的这个技术 现在没有相关的产品 那它如果有 Vision 相关的... 职缺 那我可能也可以去 apply 对... 那... 因为我有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背景算是共同的 对... 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门课里面 教的一些内容 呃... 虽然还是以 NLP 的着重为主 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技术 基本的概念 它其实也是可以很容易带到其他领域去用的 那... 哦... 那这边就是刚刚... 呃...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 我来找一下我的那个投影片 就是在... 呃... Dialog State Tracking 里面 就是 DST 我们会说... 诶...在这里 好... 我们会说我们会先决定说 现在这个 Flot 它的... 它的情形是哪一种嘛 它是... 要... 呃...里面有 Mention 到 那它就是... 用一个 Pointer Network 就是它去指里面的 Span 好... 那这种就是不提 那有两... 另外有两个 一个叫做 Don't Care 一个叫做 None 好... 那大家... 那个... 这位同学就是在问说 None 跟 Don't Care 有什么差别呢? 好... None 的意思呢就是 它完全没有提到这个 Slot 就是... 这个 Slot 它只是没有 Mention 但不知道它的... Constrant 是什么 好... 那 Don't Care 是什么呢? Don't Care 是说 它有提到这个 Slot 哦 但它不 Care 里面的值 意思就是说 呃... 比如说... 我是一个 Agent 我问说 诶... 你有没有... Prefer 的 Location 这样子 那它就说 呃... 在哪... Location 在哪里都可以 所以... 这个 Location 它的 Constrant 会等于 Don't Care 好... 那如果说... 就是... 你中间它说 哦...我想要吃什么餐厅 我要怎样怎样 然后我只是没有提到 Location 那... 这个 Location 就会等于... 就是... 这个 Location 的那一个 Slot 它就是 None 因为它还没有提到 它有可能是有 Constrant 只是它没有提到 但是 Don't Care 是它提到了 然后... 它提到... 直接说哦... 我都可以 对... 你没提到 不代表你都可以哦 是... Don't Care 是你提到了 然后... 但是... 你是都可以的 但是 None 是你根本没提到 所以如果是 None 的情况 你还是有可能 之后要再问它说 诶... 诶... 你这一个 Slot 的 Constrant 是什么 对... 就是 None 跟 Don't Care 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好 这个... 应该有回答到这位同学的问题 如果大家对... 嗯... 大家都说 Tracking 有兴趣的话 就是... 嗯... 我之后也可以... 就是我之后也可以准备 比较完整的内容 或者是贴一些相关的连结 给大家参考 因为这边算是... 近期... 一直... 嗯... 算是蛮热门的一些... 题目 Final 的 Room Mom 要算分吗? 会算分 但是... 非常容易拿分 基本上就是你把... 你把... 就是规定的那一个... 两个 Model 然后成功的训练起来 然后跑完...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 Study 那... 你就可以... 基本上拿到满分 对... 所以... 这就是一个送分的... 小练习 对... 那... 待会我也会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让大家练习这个 Attendance 会参考哪部分成绩呢? 嗯... 首先呢是... 大家... 在... 如果有在 Slido 上面留言 并且有留下你的学号的 这个我都会去... 都会记录下来 那如果像这位同学问 他是... 就是匿名 没有写... 学号 那我就没办法... 没办法记录下来了嘛 所以... 大家如果问问题的话 可以留下学号 我之后... 因为我都有把他全部... 留下来 那我会到时候会再去确认 那个... 问问题 那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如果... 呃... 如果大家有在... 那个... 论坛上面发问 跟大家有... 跟助教来回讨论 我们有会问一下助教 对... 有没有... 对于哪一些学生的参与度 比较有印象 那基本上大家还是会有一个... 基本的分数啦 然后... 如果特别... 多的我们就再把它加上去 对... 所以大家是不用太担心 这个Attendance的分数太低 因为... 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固定分数 除非你真的... 完... 完全... 完完全全的没有出现 因为... 其实从Core上面还是可以看到 你是不是... 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登... 登录 对... 所以... 如果你都... 没有参与课程 然后都没有登录Core 那我应该还是会觉得 你应该是Attendance 这分数要造为比较低一点点 好... 那... 好... 我看到有个同学说 他的... 就是... 只要你留的名字的就是你 好... 好... 我会帮你注意一下 好... 中文NLP的未来在哪里 还有机会再创Bird出来 的那时候的震撼感吗 嘖... 这其实我也不确定 因为... 在Bird出来之前 大家也是觉得 2LP已经... 到一个有点瓶颈的地方了 因为... 呃... 做了... 呃... 因为在那... 前面的... 就是从他... 刚开始有很多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 开始导入 然后... 后来有... 持续的成长一段时间后 后来就发现... 诶... 其实... 就差不多卡在那个地方 那也很难再有 什么Performance上面突破 然后... 知识啊... 就是你... 变成是... 大家就开始做... 我要怎么把知识放进去 我要怎么用CommonSense 我要怎么用外部的姿势 然后... 后来突然间出来了Bird 那... Bird一出来 他没有... 使用任何其他东西 只是用了一个Pretraining 然后他就把... Performance跳上去 所以呢... 之前发展的那些 比如说要怎么把知识放进去啊 要怎么把... CommonSense放进去 要怎么把... 什么东西放进去 这些... 就再重演了一遍在这边 所以... 其实这边的很多方向 都是以前曾经出现过的 只是... 以前是用在一般的... 比如说啊... 那样的Training上面 那现在呢是... 我在... 能不能在Pretraining的时候 再进去 还是我Pretraining过后 要怎样做 Fine Tune的时候 再把它放进去 等于是... 后来就变成... 后续的一个部分的... 各式各样的衍生 那当然... 因为有Pretraining... 的这些技术 Pretraining这边也有很多... 其他可以... 可以做协调的 那... 我觉得当然是要到下一步 更... 惊人的一个... 东西出现 但难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 你看... 这么多年来 他就...也就只有一个Bird 就是有这么... 夸张的一个成效 那... 在其他领域上 影像可能就... 嗯... 不实的 也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有名的model 可是我觉得他都不像是... Bird的... 就是有点跟... 以前的做法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的... 方法提出来 那我觉得要有下一个 那么震撼的 当然难度是很高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是不可能 因为... 在Bird出来之前 你也觉得... 什么... 就是好像就有点... 你也不会想到... 欸...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idea 竟然却... 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 对... 所以我觉得看... 看到这个... 历史的成长 你会觉得... 真的很神奇 那我... 我相信其实... 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个... 很突破性的东西出现的 好... final warmup的... 截止时间 可以晚一周吗? 嗯... 好... 我会再跟助教讨论一下 但是因为他真的很轻松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 直接先跑了 然后... 因为那个... 绞交的那个测验 是可以一直... 你可以一直在交的 对...如果... 嗯... 我待会再确认一下 但是我只有请助教说 就是可以让他们就是... 重复绞交 就是你就先分析一下 让你觉得... 这次分析的... 好像写的不够好 你还是可以再... 就是... 再打一次 所以... 你可以... 优先的跑一下 然后直接把这个... 就是完成 因为你只要完成后 你就会拿到分数 对... 所以只让大家稍微... 练习一下... 这个概念啦 都是在... 如果是在... YouTube上面看影片 就是... 我不会去看大家... 看影片... 的log啦 这太麻烦了 对... 我刚刚说的那个登入库 只是说... 就是... 有没有登进来而已 因为... 有一些同学是... 很久很久没有登进来 他会跳一个... Wirming... 跟我们讲说... 欸这位同学就是一直没有... 一直都没有登入喔 那他是不是停休了还是怎样 可能就是老是要去追踪一下 像这种情况才会... 特别去摸你的 我不会去看大家... 就是... 在看影片的过程... 就是... 的那个... 参与度啦 那太麻烦了 对... 对... 所以不用担心... 对... 然后这个就是... 请大家拭目以待 我觉得... 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 希望能够有... 再次见证历史的... 这个机会出现 像我就有见证到... Burt... 成长的这个... 崛起的历史 对... 所以真的不用担心 好... 那接着我要... 来... 分享一下就是... 大致上... 让大家有一点概念 是我们Final Project 大概要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Vermount 那我们... 下个礼拜呢... 会... 详细的再讲... Final Project的规定 好... 那... 首先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 Dial System里面... 就是... 不管是在研究上... 或者是在产品... 实物上面... 都分成两种... 一种呢... 就是... Open Domain的 Chatting... 也就是... 我没有任何... Domain的限制... 然后我就让... Agent跟... User... 然后就是... 没有 Topic 限制的... 就是聊天... 那目的其实就是... 我能够接下去... 然后能够让这一个... conversation可以engage... 然后也是... 稍微有意义... 不要太无聊... 不要太... 就是... 空泛...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 Test Oriented... 那大家看到大部分的... 食物上面的产品... 都是... Test Oriented居多... 就是比如说... 他可以帮你播音乐... 那他可能就会说... 欸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啊... 这类的... 那也可以帮你订车票啊... 你要... 你有什么... 你要从哪里... 到哪里... 然后有... 你想要什么车次等等... 对... 所以就有分这两种... 那... 大部分的Data呢... 其实他都是只包含... 同一种... 类型的资料... 比如说... 他要做... Open Domain的Chatting... 那他的资料... 其实全部都是... Open Domain的Chatting... 那做Test Oriented... 他也是全部都是Test Oriented... 所以之前呢... 就会有... 也有一些... Paper... 他就想说... 能不能够让... Open Domain跟Test Oriented... 因为大家会知道... 我们如果身为人... 你本来就是... 可以Chatting... 然后可以帮你做事... 呃... 可以突然进入... Task Mode... 你可以自由的切换... 所以... 他们觉得... 这两个Data... 应该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 可以把它融合... 所以... 之前也有一些... 呃... 也有一些Data... 他就是做了一些处理... 比如说... 呃... 之前Facebook有一个Paper... 我就会把它... Reference在... 呃... 再贴给大家... 就是... 直接贴在那个Core上面... 那... 有一篇... 呃... Facebook的Paper... 那我们是把这... 那一个Data... 当成是去年的Final Project... 那那个... Data是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 Dellos Day Tracking的Data... 那就是... 右边的这部分... 就是... 他就是一个Task Oriented... 他会帮他... 嗯...Book Movie啊... Book Movie Ticket... 或者是... Book Train... Book Taxi等等... 那... 在这些Data里面... 他希望呢... 我一个Agent... 在帮你做事的途中... 他也可以处理你... 你... 偶尔在中间... 可能闲聊两句... 比如说你可能在中间... 可以说... 哦... 呃... 我今天有点累... 那他可能中间可以... 在回答你... 他会帮你找... 资料的... 找Data的途中... 他可能就会说... 欸... 就是你应该要放松一下啊... 然后他就开始... 在帮你去... 做他的Task... 所以呢... 他就从... 原本是Task Oriented Data上面... 让... 加进一些... 比较偏向Chatting的句子进去... 对... 那... 一样希望... 呃... Agent可以handle... 这件事情... 对... 那这是... 其中一个Data... 那后来呢... 有另外一个Data呢... 他... 概念也有点像... 他的想法呢... 是... 我们前面... 如果呢... 一开始在聊天... 聊天... 有的时候你可能聊天... 聊到一半... 然后你突然想说... 突然... 你觉得... 呃... 呃... 我想要去... 呃... 我想... 我好想去台南吃饭喔... 对... 然后他可能... 就是他可能在聊天说... 聊美食好了... 然后可能中间就说... 喔台南美食非常好吃... 然后他就说... 那我好想去台南吃喔... 然后就可以进入说... 那你可以帮我在台南订餐厅... 对... 所以... 或者你可以帮我订... 去台南的高铁票... 对... 突然就进入了一个Task... 所以呢... 他的做法呢... 就是也一样... 找一个原本就是Task Oriented Data... 然后再把前面接... 加几句... 是Open的聊天... 然后让他可以... 顺顺的接到Task Oriented... 情况... 对... 那... 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一个Data... 跟刚刚提到的这两种... 都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们下个礼拜... 都会详细再讲一遍... 那这边先... 大概讲一个大概... 我们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Sales... 不知道大家在... 嗯... 有没有... 有没有遇过很厉害的Sales... 那Sales要做什么事情呢? Sales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一开始会跟你闲聊嘛... 对... 但他跟你闲聊的途中... 他会... 探索或者是发现一些... 潜在的商机... 比如说他跟你闲聊的途中好... 他知道... 嗯... 比如说他跟我闲聊... 他知道我是一个... 有两个小孩的... 妈妈... 所以呢... 他知道我可能... 比如说会对母婴产品有兴趣... 对... 那... 他可能... 会在闲聊下来发现... 我可能... 比如说... 嗯... 很爱打扮... 可能很爱买衣服... 那他可能就想说... 那他就可能可以很自然而然推荐... 小孩子的衣服给我... 对... 那我可能就很容易就... 买下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Sales的功... 呃... Sales的... 厉害的地方吧... 他的目标... Sales的任务就是... 他要透过闲聊... 从闲聊当中得到一些... 跟Business相关的一些... 特性... 或者是意图... 让... 从这些意图当中... 他可以去... 渐渐顺顺的导到... 他要推销的一个目标的产品... OK吗... 这是... 呃... 这就是... Sales做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把它... formulate的清楚一点... 就像是这样子... 前面... 实际上只是在闲聊... 但在闲聊的途中... 他可能会发现有一些... potential... 在里面发生... 然后当他发现这些事情之后... 他就可以把这些收集起来... 然后... 希望能够... 顺顺的导到... 他想要卖的那个东西上面... 假设说他想要卖电影票... 那就希望能导到... 可以... 就是问你... 想不想看电影啊... 然后你就会回答想... 这类的方向... 所以... 之前呢... 呃... 我们团队就能... simulate一个data... 就是... 前面呢... 就是... open domain的chatting... 那这就是... 就像blender bot... 这种... 就是conversation的... 就是... chitchat的... agent... 然后你就让他们聊天... 然后就聊聊... 随便聊... 对... 那比如说聊到中间... 你发现他说... 喔... 他很喜欢看电影... 那你这时候可能就可以... 非常... 自然而然的跟他讲说... 诶... 那你想不想看电影呢... 我可以帮你订电影票... 对... 然后... 就... 希望能够很顺的... 进入这个test-oriented的... 情境... 那这是一个大概... 大致上的概念... 所以前面就是... 完全的open domain... 那... 后面就是test-oriented... 那... 大家可能在这边会想到说... 我刚刚不是有提到另外一个data... 他也是... test-oriented在后面... 然后前面加几句... open的chatting嘛... 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 对于... 我们的data而言... agent就是这个sales... 所以... 你的user... 他不会主动的说... 我想要看电影... 你可以帮我订票吗... agent只是可能会提到说... 喔... 我蛮喜欢看电影的... 然后你要让他说... 喔... 你喜欢看电影喔... 最近有... 呃... 奇异博士2... 你要不要... 就是买奇异博士2的预购票啊... 那我可以帮你买喔... 对... 所以... 其实... sales主动提出这一个... 跟test相关的request... 然后希望他可以导过去... 然后顺顺的导过去... 但是刚刚说到的... 就是另外一个data set... 他叫做... 他好像叫... topic track吗... 我有点忘记... 对... 我到最后再找了以后... 分享给大家... 就是另外那个data... 他做的是... 前面虽然是闲聊... 但是是闲聊的过程中... user就主动的提出... 欸...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订电影票... 然后... 后面这个... Task Oriented Agent... 才直接冒出来说... 我可以帮你订电影票... 所以这跟... 我... 刻意的把你导到这个Task... 跟... 我是接受你直接问我的这个... request...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 agent是有目的性的帮你带过来... 一个他只是... 欸... user提到了... 所以他就跳出来说... 我可以帮你做...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喔... 那在真实情况下... 其实... 以sales的方向为例... user是不太会主动的说... 那你可以帮我订电影票... 通常都是sales... 让user有一点点这样的意图啦... 然后他就跳出来说... 欸...我可以帮你订电影票... 你要...你要吗?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最后... final project想做的... 那... 我们的... final project won't up... 让大家做的就是... 怎么去做这个... topic transition... 因为像这个例子... 像我现在列出来这个例子... 是一个超级无敌... 嗯... 简单的情况... 就是... 这个user他已经提到说... 他很喜欢看电影... 然后... 自然然的导到说... 欸... 那我要帮你订电影票... 喔不OK? 就是这个transition... 基本上没有... 没有topic... topic没有在transition... 因为你就已经发现... 他已经提到movie相关的资讯了... 可是... 在更真实的情况下... 他提到的可能是... 超级... 呃... 就是有一点点相关... 但是这个相关性... 没有这么的明确... 那... 我们就希望你可以透过... in你的common sense... 或者是... 已经有的knowledge... 上面的common sense... 去做这个topic的连接... 所以我们也让大家... 用了这个concept net... 那这个concept net... 它其实就是... 呃... 有非常多... 呃... 算是common sense的资讯... 在里面吧... 比如说... 他... 你随便输一个字进去... 比如说movie好了... 对... 然后他movie... 他就会跟你讲说... 可能有跟movie相关的东西啊... 像这些... 所以... 你可能可以透过... 呃... 比如说... 我看一下... 我记得之前我有看到说... 比如说跟movie相关东西有... popcorn... 好的... 那... 那假如说... 他说他很喜欢吃爆米花... 他只说他很喜欢吃爆米花... 你就说... 喔真的... 那... 你知不知道滑浪维秀的爆米花很好吃啊... 那... 欸对... 然后就开始提到... 滑浪维秀嘛... 然后呢... 渐渐就可以提到说... 欸... 那是不是好久没看电影了... 还是我们就去看个电影啊... 对... 就很...很自然啊... 可以倒过去... 但是... 一开始他可能只是提到... 他... 他爱吃的零食... 他爱吃的零食是爆米花... 然后你就可以... 欸这样的倒过去... 那爆米花跟... 电影的连结... 这个... 就要靠... 人的common sense... 或者是... 一些common sense的knowledge... 你才可以... 让... 从爆米花知道... 他可以连到movie... 不然他一定要提到movie两个字... 你才可以跟他... 跟他说... 欸我帮你订movie ticket... 那就... 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在... 更... 抽象的一些层级... 就可以transition到你的目标的topic... 就让大家在... Warmarm的时候练习一下... 好... 对... 那这个就是... 给大家的... 就是common sense的这个资源...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非常的... 好玩... 对... 然后你也可以透过... Warmarm去想一下说... 嗯... 如果是一个人... 你要怎么去做... 这个topic的连接... 那... 这边提供的knowledge... 是不是有办法帮助你... 那当然你也不一定是... 一定要用这边的knowledge...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 人就会说... 欸我很大的pre-trained model... 说不定已经把... 这common sense... 就是学进去了... 那... 说不定他早就知道... popcorn... 然后之后这些... movie... 是很通顺的... 所以... 我就让他直接... 用很大的... pre-trained model... 说不定也可以直接... 把他导到我的... target的topic上面... 你也可以... 就是你可以自己尝试... 各式各样的方法... 呵呵... 你要帮我订电影看吗... 我有看到广告... 所以... 有一点点... 心动在考虑当中... 但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只是最近一直看到他的... 广告... 奇异博士的广告... 这样子... 喔好... 谢谢这位同学... 的提醒... 我再把它... 修改一下... 我们聊天的时候... 好像不会这么有意识的... 去跟他聊... 聊天...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如果你是一个... fails... 你其实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不是... 一个... 喔... 就是纯粹的闲聊... 是一个有... 目的性的闲聊... 但是... 又不像是... Tassel Rented... 就是... 使用者已经有这个目标了... 然后他就进来... 然后你只是帮他... 服务... 然后帮他... 完成这个目标... 大部分情况... 其实使用者可能一开始... 也不知道他是要... 做什么... 有的...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 你推荐一些东西给他... 所以... 有点像是... conversation层级的推荐系统... 对... 所以这个在business上面是... 很有... impact的... 帮助... 培养业务... 嗯... 如果做得好的话是可以帮助... 怎么去训练... Sales的... 是有可能... 对... 那我会做这个方向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 data都没有涵盖到的...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在... 尤其是真的有很多... 公司... 是对这个方向是... 有想法... 而且有需求的... 但是因为现在也没有相关的data...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朝这个方向可以稍微多做一点... 然后可以让大家来练习看看... 所以算是一个很新很新的topic... 对... 然后我没有收业配... 实际博士怎么可能来找我业配啦... 我现在收到的业配都是些... AI的书籍... 其实也没有业配... 他就是请我推荐... 或者是... 就是... 如果我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 可以分享给大家... 也没有...也没有业配... 的...的...的...的钱... 对... 我... 个人是比较希望能够收到... 智慧家庭... 的... 房子... 的业配... 就是我不用收钱... 我只需要免费住进... 很智慧的房子里面就好了... 这样子就... 就是... 就是... 现在买不起房... 要怎么判断会不会转换话题太突兀? 要怎么告诉模型这件事情? 好... 这个呢... 其实... 之后... 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 那个... topic transition... 这件事情... 我们目前是... 呃... 是想说... 应该说最后我们要做... 真实的evation的话... 一定是... human的evation 如果你... 跳... 一两个... 可能是... 对于human来讲... 比如说你从... popcorn跳到movie... 好像还算蛮顺的... 但是如果你从... popcorn... 然后... 然后跳到... 唱歌好了... 好像就... 你突然跳到唱歌... 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嘛... 你要一句话里面让它... 连过去... 好像也会要讲太多... 所以... 你就可能生成出来这个句子... 或者生成出来这个内容... 可能太... 复杂了... 或者是太长了... 或者是topic差太远了... 那... 在human study 时候来看... 他就觉得... 不顺... 然后... 那个adrian... 也不会因为你... 你讲了这么多... 或者是你跳了这么远... 你硬是跳过去了... 但他就愿意接受说... 喔...他想要听歌...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 这... 没有那么想吧... 你就是跳太远了... 所以... 要告诉模型... 要怎么告诉他这件事...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的... 就是你会去定义说... 你怎么... 这怎样的transition是... 好的... 那... 简单一点的做法可能是... 我可以认定... 或者是... 我可以用一个pre-trained model... 来去看说... 我... 两句之间... 你的这个... 嗯... propilicity... 会不会... 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 是不是就有可能... 这两句接下来... 是不同顺的状况... 对... 所以你可以利用一些... pre-trained model... 那我们的Evation上面... 也有提供大家... pre-trained model的那个... pre-trained model的分数... 就是希望能够... 从那个分数上面... 让大家大概... 感受一下... 就是... 首先你传生这句的通顺程度... 以及你... 前接上下文的通顺程度... 好... 那... 看起来大家的问题都... 回答完了... 应该是吧...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礼拜会再详细的讲解... 刚刚其实就是让大家... 稍微听一下... 然后让大家有概念说... 欸...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 因为我们就希望大家练习... 怎么去... 伸出... 可以transition topic的这个内容... 对... 假如说你的目标... 就是要transition到... 跟movie相关的... 这些词汇上面... 那... 你要怎么去... 找出各式各样... 可能可以衔接的句子... 那... 你只要提到... popcorn... 或者他提到... 嗯... 信义区... 你可能都可以... 衔接到... 那个... movie相关的turn... 对...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方向来... 尝试跟... 想... 那之后就会... 你做的这个... 其实会帮助你之后在... final project的时候... 比较有想法... 然后比较知道怎么着手... 然后也比较了解这个task...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完全... 全新的task... 非常的新... 对... 所以大家做出来的东西... 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可能可以... 呃... 变成是... 后人参考的... baseline的对象... 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认真的做这个... final project... 那one month... 就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就好... 就不用花费太多时间... 那... 我会再跟助教讨论一下... 要不要再演一周... 对... 如果助教觉得... 就是... 就是ok演一周的话... 那就可能就再演... 因为... 我们是担心... 就是怕演到太后... 让大家太... 晚才开始one month... 那其实... final project... 其实下礼拜就要... 出了... 那还是希望大家时间... 比较多... 放在final project... 比较好... 对... 所以今天就到这边... 看起来应该...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对...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在... 就是放假日... 对... 虽然大家可能... 感受不到... 但是... 今天其实是一个... 放假日... 所以我... 我儿子都不用上学... 对... 但是我要上学... 所以... 希望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还... 上来听直播...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继续可以留言... 会下礼拜再回答大家... 好... 那就... 谢谢大家... 拜拜... 研究生零放假... 对... 对... 老师也是零放假... 除了... 就算不用上课... 也还是要做研究... 好... 加油... 拜拜...